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余宗翰 马上先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全球半导体设备手机出货 台湾规模居冠 疫情影响Touch台湾智慧显示展 延到明年上半年 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林伯峰表示 肯定政府发放振兴券 洪加藤电动机车销售破七千台 今年新车计划出炉 来关心台股 每股四大指数周二全面收 洪至寒股今日早盘涨近百分之二 台股也跟着水涨船高 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 国泰金 富邦金 台速四宝等全支股静阳带动 加全指数开高走高 盘中最高涨一百五十点 来到一万一千两百七十七点 且股会其扬 显示热钱持续回流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 财经一百秒 三米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三日公布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报告指出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 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出货金额 与上季减少百分之十三 跌至一百五十五点七亿美元 但相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 台湾以四十点二亿美元居全球之首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还没决定是否要寄出华为禁令 禁止使用华为设备 不过加拿大两大主要电信商 BCE和TOLIS已经表示 会使用欧洲供应商的设备来打造5G网络 而非华为 印度政府为了促进印度成为全球手机制造中心 六月二日公布了规模五百亿卢比 月薪台币一百九十八亿元的电子制造奖励计划 以吸引全球前五和印度本地的手机制造商 在印度生产 法国精品巨头Louis Vuitton集团 去年传以天价一百六十二亿美元 收购美国主宝品牌蒂芬尼 不过综合媒体报导因为疫情打击 加上Louis Vuitton对蒂芬尼债务能力 以及近日美国多利表示担忧 该交易传出可能高吹 新唐人也还电视整理报导 工商协金会周三上午决行会议 产业界关系后疫情时代 台湾经济表现 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林波峰 肯定政府推出振兴权提振内需经济 不过他认为疫情导致的订单下滑 仅期至少要一年才能够恢复 建议政府除了内需 要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尤其与美方洽签FTA 工商协金会魁为许久 再次举办实体礼监事联席会议 受到疫情影响 台湾GDP成长率调降到1.67% 产业界期盼政府再纾困之后 振兴力道要加快加大 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我认为解锋以后经济会慢慢复苏 但是不会一下就恢复到去年状况 因为订单的争取跟生产的安排 都不是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的 那么订单要重新争取 重新市场佛化 应该都是一年后的事 那么现在我们要努力在这一年内 能够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日前国发会预估台湾景气第二季会落底 下半年有望快速反弹 不过业界大佬看法较为审慎 国际局势更充满不确定性 如何提振整体经济 工商协金会提出具体建议检讨税制 因所税税率可从20%调降到15% 此外台湾贸易依存度高 只靠振兴券显然还不够 应该加速跟美方签订FTA 目前以我的建议来讲 应该要赶快加入RCEP 加入TP CPP 同时台湾已经到美国有投资了 大公司有投资了 应该跟美国恰前FTA 才是目前应该努力重视去做的事情 政府推出振兴三倍券 林伯峰认为发现金可能效果会更好 但也肯定政府提振内需经济美意 建议针对弱势民众 直接由村里长进行发放 让政策能够更加落实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林权审慧同台湾台北报道 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通博社南韩再推第三轮经济刺激方案 规模达两百八十亿美元 金融时报疫情导致美国商用地产 贷款坏账增加三倍 华尔街日报 美国公布疫情对老年者的影响 两万六千名养老院死亡病例 占全美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日本经济新闻日韩贸易冲突再起 南韩重启WTO争端解决程序 网络普及电商兴起 消费者获得资讯的方式 越来越多元 目前全台有上百家相关的 数位资讯行销公司 未来还有5G AIOT等新科技 促使许多的企业 不仅在硬体上升级 还有软体包括行销模式 也要同步升级 那么以往的传统行销 跟现在的数位行销 究竟有哪些差异 接下来的新闻专题 带您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谢谢 我们的来源 从电视 报章杂志 转移到社群 网络搜寻引擎 影音串流等 意味着消费模式 已经大大的改变 那从早期的静态页面 就是网页 Homepage网页的建置 一直到转变成 所谓的有资料库网页的产生 到后面的Google进来 大家很多 就进入战国时代 大家都在推所谓的SEO优化 就是收讯情最佳化 那介绍SEO 全台湾目前至少有 上百家相关领域公司 规模大小不一 无内容涵盖网页设计 社群平台经营 广告投放 以及数据分析等 对于提供全方位的 数位资讯公司来说 每一个环节 都是资讯精准的关键 时代的进步 很多东西 你们不能用传统方式 去做行销 尤其是在 你要打这个 国际级的比赛 我们后来做 线上预约之后 我们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的游客 其实增加满多 就是因为是传统产业 你更需要靠 网路行销 让你的 数位化转变 感受最深的 莫不过就是台湾的 传统制造业 因为数位行销 提供了传统行销 没有的变相 包括数据分析 精准投放广告 甚至是聊天机器人 而产业面对竞争 绝对需要大量人才 经营者如何透过友善的 工作环境 吸引年轻人投入 也是数位产业 未来发展的关键 除了仿造国外的工作环境 老板也特别准备 满满的零食柜 让员工随时补充能量 其实我导信为期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要降低所谓的 沟通成本 那降低沟通成本 其实可以让 所谓的产值 上行力可以更好 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 资讯公司里面的清流 就是诚实的公司 就是宣传的公司 而优质的世卫传递 靠的是资讯普及 与资讯透明 才能得到相对应的回馈 数位资讯公司总经理 业制者点名台湾的民主自由 让数位资讯相关行业 得以更好的发展 以台湾做网络行销来说 在跟所有的大亚洲地区比起来 其实台湾是有名的 因为我们的民主自由的 一个这么的普及化 跟国外比起来 台湾像是算是言论自由 像民主自由 它是相当的具有水准 台湾有着数位资讯发展的 核心价值 面对未来 迎接5G AIOT时代 台湾产业如何结合数位行销 创造价值 就盼谁能冻足鸡鲜 抢得新商机 当您看到明天六月四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四月贸易收支 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博通公布财报 终于光明举办股东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宇宗汉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